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小红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好 主持人好 今儿是你要求来的是吧 对 我要求她 是要跟她分手的是吧 对 嫌她太单纯 还是不靠谱啊 嫌她就是给不了我安全感 还一点都不靠谱 还特别幼稚 不靠谱 还幼稚 我感觉她就是一奇葩 我怎么就奇葩了 就拿我们第一次约会的事情 我们不是在学校一个联谊活动上认识的吗 然后那天晚上她找我要了联系方式 第二天约我去小公园逛逛 然后我想第一次见她 肯定要打扮完漂漂亮亮的嘛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去了之后 等了好几分钟都没有等着人 后来突然我身后一个树上 就传来一个声音说 哈哈 你没有想到我在这儿吧 我当然没有想到你在那儿了 我有你说那么傻吗 我就在书上跟你打个招呼 嘿 美女我在这儿 谁 人家男生没事第一次约会爬书上去啊 我不想给你个新奇的出场方式吗 新奇的出场方式 那你后来下书之后 还一边走一边跟我讲鬼故事什么情况呀 你不知道我胆小啊 这不是配合那个环境吗 天有黑对不对 讲个鬼故事多配合气氛啊 以前学过一个笑颖叫微乔笑颖 讲的就是男女之间在恐怖环境中 容易产生感情你知道吧 你们微调笑颖你就知道看书是吧 那后来是不是前面有一个大坑 你自己给自己整掉下去了 你掉下去你还把我给拽下去了 我身上伤到现在都没好呢 我不尽力让我摔我身上了吗 那这些事我都没计较 那和你后来相处了两年时间 你整出多少毛病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两年我们俩挺好的 我也搞不懂啊 怎么挺好的呀 那第一次第一次 今年日的时候就我们一百天 今年日的时候 他带我去吃西餐 那我在想哎 他脑袋还开窍了是吧 知道带我去浪漫了 那后来他吃饭的时候 他拿出一个特别好看的盒子 然后我看那盒子 我以为里边是戒指还是项链什么的 然后后来周围旁边人都看过来了 以为是告白还是求婚什么的 他还特别特别好 说你亲自打开这礼物 我一打开里边什么 蹦出来这么大一老鼠 那是仓鼠 什么仓鼠 就是一个没尾巴老鼠 仓鼠跟老鼠是一样吗 仓鼠是那又可爱又萌的 我觉得女生都应该喜欢啊 那我哪见过仓鼠啊 那你给我整吓死了你知道吗 但是人家服务员差点赶我们走 行 那是我不知道你不喜欢这个 我后来不都精心给你准备礼物了吗 那是第一次我犯了个错误我行吧 你给我精心准备的礼物 那是什么 万物减十 时间减十 那是什么 书啊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多看书有什么错吗 那后来你还送什么了 二十多张明信片 那上面没有一张我看懂的 那明信片我准备了好久 你知道吗 准备了一个多月 就为了把一个 我爱你翻译成二十国语言 有些字特别难写 我都写错了四十多张明信片 你知道吗 那我身边的朋友 怎么各个谈恋爱 刚一谈恋爱就天天收到花 巧克力什么的 你怎么两年了 都没有送过我一束花呀 送花送巧克力多土啊 都是老套路了 花几天就凋现了 我就说老套路嘛 巧克力吃多你胖不胖呀 我不胖 我送过你玫瑰花 还是999朵的 老师你知道他送的什么吗 999朵 玫瑰花茶 那我还看不值999朵的 那去年亲人节送我的 我到纪念亲人节都没喝完 玫瑰花茶不是玫瑰花吗 它比玫瑰花多个功效的 美容养颜 不比玫瑰花好 实用多了呀 什么美容养颜 那是一个道理吗 怎么就不是一个道理 我觉得玫瑰花茶 真的挺适合你的 你总说我送的礼物不适合 怎么就不适合了 我就是喜欢玫瑰花 为什么要送我玫瑰花茶呢 你喜欢玫瑰花 那我不是也送对你对的礼物吗 有一次你说 你喜欢那个牌子的包 我不给你买了那个牌子的包吗 是 你是买了那包 那买完之后你发多大火啊 我哪里发火了 我就说你买了这个包 你就别买别的包 就背我这个包 我为什么不能买别的包 那你们男生是不是觉得 一年四季 只有四套衣服就够了 那我们女生一身衣服 要搭配一个包呢 不是啊 你买了 你又不用 你这不是铺张浪费吗 我怎么不用呀 我穿一次衣服我就用一次了 但我还是需要用别的包呀 我觉得你这就是爱慕虚 你知道吗 你就特别喜欢 在打扮方面下功夫 我在打扮方面下功夫 你让我下功夫了吗 那主持人他还不给我化妆呢 我平时不是做 礼仪接待的吗 然后出去见活动 都需要是那个淡妆 然后这是对客人 最基本的尊重 你这是借口你知道吗 我觉得拿真实的素颜 去见客人才对他最基本的尊重 你拿一个假面去见人家 怎么是尊重呢 那就是要求淡妆嘛 再说了 女孩子不都爱美吗 我化个妆怎么了 化妆品都是化学物质 它对皮肤是有伤害的 你知道吗 怎么就那么多道理了 你是不是天天看书看傻了 怎么就那化学物品了 这是科学 怎么能说我看书看傻了 那现在化妆又有护肤品什么的 怎么就伤害皮肤了 而且你不仅化妆 你化妆还喜欢让我给你拍照 一拍就拍几个钟头 我都受不了了 你男朋友给女朋友拍张照怎么了 你掉块肉还是怎么了 那每次出去旅游 你就知道拍风景 你还好意思说出去旅游 我一出去旅游 好不容易看到 那么美的大自然风景是吧 他非要我跟他 让他跟风景合个照 我不拍他不乐意 你给我拍一张怎么了 就拍一张怎么了 而且你那技术 你到位嘛 你就拍风景 每次给我拍的照片 能发朋友圈吗 主要把你跟风景放在一起 不就破坏了风景的自然和鲜美吗 那就是你自己技术不到位 你还破坏和鲜美 我出去旅游 是不是就为了看自然 我又不是看你对不对 对对 你是不是为了看我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有一次就出去旅游 看风景把我给看丢了 没丢是走散了 有一次我们出去旅游嘛 然后那边人特别多 然后之后我手机 平时不就习惯放他身上嘛 然后那天我身上又没有钱 又没有手机的 然后还走散了 然后我又是个路痴 又不会走 然后我就附近找了一会儿 也没找到人 我也找你了 我没看到你 你找我了吗 那我后来去游客服务中心 找工作人员 放管播 你也没听到吗 当时情况不是这样吗 那人那么多走散了 我还想好不容易来这个地方 我就边走边找你 然后顺便玩一玩 但是也没什么 你还顺便玩一玩 你还有心思玩 你回忆都丢了 我知道 我猜你也这么大一个人 对不对 你怎么会丢 你肯定也会玩呢 那我都丢了 你还觉得我会玩呀 你没丢 那我下午等你一下午 也没等到消息呀 我不没找到你们 后来我想找不到你了 我就回酒店 酒店你也不在 哪知道你跑哪去了 我怎么会回酒店呢 我肯定找你呀 我以为跑丢了呀 那后来 那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了 让我回酒店等消息 然后后来 我一打开酒店房门 你才看到什么 他的船上呼呼大睡呢 我刚睡 真没有睡 什么什么没有睡呀 就是睡着了 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 你解释你还不提 你知道吗 女朋友丢了那么大事 你还睡得着 不是丢了 我知道你不会丢 世界上没那么多坏人 知道吗 你就心大了 你就心大 我让你写检讨 你还不解 你大事小事都让我写检讨 我现在多大了 二十多岁的人了 我又不是小学生 我还写检讨 你这次办多大错误了 你说 我让你写个检讨 便宜你了好吧 你不止这次 我没让你跪 跪眼光机跪流年了 就不错了 你又不止这次 我跟你讲 我以前在家里 就不小心把水撒地上了 他都跟我说 你要写检讨 五百字 然后那次办错 他让我写一万字 你平时写检讨 用什么写的 电脑写是吧 我用电脑写 怎么手写 怎么写 你手写多有诚意啊 你就不把我话放心上 我又不是学文学的 我怎么写得了那么多字呢 怎么写不了那么多字啊 那那次多大错误 你怎么就写不了啊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这些小事 你怎么到你那里 成了个大错误 小事 那多会我封面 我觉得你就有强调 你知道吗 我只要一有什么差错 你就让我写检讨 不写检讨 你就不快活 你还是有强调 黑着我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最近不是实习吗 然后他是学心理学的 然后是在精神病院实习 然后就实习了一周之后 他就感觉 他整个人状态都不对了 我觉得挺正常的呀 你现在每天 每天回家之后 你就把自己关房间里边 那我工作 三四个小时 你房间还上锁 不让我进去 不是 我应该也不上锁了 主要是我不上锁 你老进来 哎 你在干嘛呀 干嘛呀 我问一下你 你不能跟我说一下吗 我写东西不能被人家打断的 你知道吗 很多东西我都想不起来 那吃饭的时候也是的 那你说你两个人吃得好好的 你突然把筷子放下来 你抬头对我微微一笑 那什么情况呀 我笑还不能笑呀 你给我整的身的慌你知道吗 你自己吃完饭 是不是在那坐着不说话 眼神迷迷的 我哪里 很平恍惚的 那我可能在想东西是不是 你怎么想东西 你在家里边这样就算了啊 你在外边还这样 我在外面又做啥了 那我朋友聚会那一次 就上周那是 上周 我朋友坐那儿呢 唱歌唱好好的 你自己坐一小沙沙上 一直对他们看着 我不是没见过他 都看得起来怎么了 你一看一眼就算了啊 你一看就看两分钟 你搞得我朋友 不明其妙你知道吗 没有我就看看 我就观察观察他 做的什么行为研究对不对 你还行为研究呢 他们又不是有毛病 你怎么就研究他们了呀 你现在搞得有可能的啊 知道吗 那你以后要从事的职业 我怎么办 那我就无法跟你继续下去了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日常生活里就这么说话吗 他就是特别气人 说什么事他都跟你堆着了 你们这已经 他其实就是 一到极头上他就气 他就这样说话 你知道吗 反正把你们交往这有多长时间 听来听去 有两年了是吧 对 两年时间来的这些奇葩事 你们都吵了个遍 对吧 对 我很好奇啊 既然是这样的话 这两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你能告诉我吗 就是每次吵完之后 他哄哄我 然后我一心软我就好了 那我就觉得他吧 虽然做的这些事都很离谱 但是他心还是挺好的 男生我特别想问一下 你喜欢这姑娘什么 我就觉得他挺好的呀 就是他人很好啊 他很善良你知道吗 这个听明白了 接下来看老师们怎么说吧 这段爱情应该怎么办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从开始听有点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你喜欢的是惊奇的 特别的个性化的浪漫 女孩子喜欢的是大众标准下的物质化的浪漫 你认为书是最美丽的礼物 他认为玫瑰和巧克力是最美丽的礼物 你这个也没对没错 如果你说他去医院实习之后 他进入到一个冥思苦想的状态 是不是你把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 没有能陪你玩 这件事情想的有点太严重了 如果你认为他还是要像之前那两年 你们在大学那么无忧无虑的那两年 而不考虑他的工作 不考虑他的未来 没有一个从男孩变成男人的一个转型 如果你要求他是那样的话 我觉得你现在可能会开心 但你再过两年你一定不会开心的 他不能天天围着女人的裙子转 所以我觉得两个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怎么做 怎么去炫耀自己的幸福浪漫 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两个人如果真的确定 以未来在一起一辈子 那么就要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 就要有一个相互促进的 这样的一个视角 不能说你整天不陪我玩 你不给我买包 你不给我买玫瑰花 你就不是一个好男人 你就是奇葩了 那我觉得你对好男人的定义 可能就定义在钱包上了 所以对于什么是好 怎么样才能让你的爱人和你自己能够变得更好 我觉得可能是更需要我们去思考和去成长的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许总 你们谈了两年的恋爱 如果说你们今天在说对方的缺点 仅仅是刚才你们所说的那些的话 我觉得这两年的恋爱的确是白谈了 很多你们所有说的问题点 在我看来都是很有意思的浪漫的事情 你们对于两年的感情总结或者归纳是什么 归纳仅仅是你来我去的这种互相驳斥对方 那就太肤浅了 你们这两年只是在在玩闹 在试着可能去体验什么叫恋爱 什么是恋人 应该怎么去爱对方 可能都没有 你们在他你们所有的叙述过当中 没有一个能触及到爱这个字 没有一件事能触及到说 你可能在爱方面感情上投入的不够 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辜负我的事 或者说我做了什么对你好的事情 没有 爱情是一个非常神圣 庄严 甚至于在某些时刻是有敬畏感 而这些所谓的爱情的这个重量 在你们的所谓的爱情生活当中 没有体现出来 如果你们不是爱情的话 那你们就这么玩闹下去吧 也许也许玩着玩着你就知道 什么是恋爱 什么是爱 或什么是爱人 真正到那一刻起之后 你们才可能开始真正的爱情 现在至少不是 更谈不上什么问题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居宗 胡老师 其实不是男人喜欢演 是因为女人喜欢看 他如果真的像那些凡夫俗子一样 用一些非常平凡的招来追你的话 你又觉得没那么特别 有哪个男生不想给女生讲鬼故事 看鬼片 因为只有那样女人才会往男人怀里钻 对吧 我不觉得你对他那些奇葩的东西不感兴趣 你要是真的不感兴趣 你早就分了 不可能有两年 你也不可能事隔两年之后 站在这个舞台上 在说起这些东西的时候 说得津津有味 而且旁边的人在宽乎雀跃的时候 你越讲越起劲 你一方面感叹着这个男生 太不正常 但另外一方面又享受着这种与众不同 你一方面说他不靠谱 一方面又觉得这个男生 比其他的凡夫俗子更单纯 所以任何事物没有那么完美 好吧 生活要转折了 不是在学校里 过去可以读书 可以浪漫 现在需要生活 接接地气 想在一起就在一起咯 不想在一起 此时分开 也是一个好时候 别再吵了 冷静下来吧 男生 真的爱他 会一句一句地回吗 你们仔细想一想吧 如果你们就觉得 这样就是爱情的话 这种爱情 没有的好 以后谈一场 真的爱情 如果你们认为 这就是爱情 那你们就继续爱下去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如果你觉得 我这几年 对你的 都是你不喜欢的东西 那我 如果你认为 这是幼稚 是奇葩 那我会希望 我在未来的时候 会现实一点 其实我知道 你是不是积蓄了 这几年恩怨 一起在这个台上 发泄出来的 我觉得 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你虽然做那些事 在我看来是很奇葩 我觉得 你后来可能会 改变 但是你后来 还是没有改 其实这就是真的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 我能不能去改变这一切 但我真的喜欢你 我也不知道喜欢你什么 有的时候就会这么 说不清 到我以后走的路了 你还找吗 我找 我就从来没有 没找过 那你还会睡着了 那也许只是一个 小小意外 我们希望就是 我能为此 在以后就能再做些什么 行 不吵架了还好 有点意思了 回吧 想想不吵架的状态 都反思反思 谢谢两位 请回 一段两年的恋爱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有他们的真情流露 但是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这对恋人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你争我夺 或者说我们一定要论一个 谁有道理 当你把爱情做成一道论述题的时候 这爱情真的就没有滋味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您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这对情侣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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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我们见识你们的浪漫吧 来 请开始 希望我们以后能这样一直好好的 你们要确定在一起就开开心心的 你看这女生反而不高兴 也不知道为什么 来来来 送给你啊 好好谈恋爱 好好面对生活 严肃认真 快乐活泼 回吧 谢谢你们 接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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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